现在有点焦巴了再淋上去料酒 我们来准备一小扎梅菜干 用热水给它泡发30分钟 泡发完了之后再来清洗 接着来把猪脚焯一下水 加入姜片还有料酒 用中火给它煮开 煮开了之后再撇去浮沫 煮开了之后把这浮沫撇干净 就可以关火 然后再清洗干净 很多朋友说梅菜干不好清洗 其实你只要给它泡开了 它是很好清洗的 洗多两遍水就干净了 洗干净了之后把水给它挤干 然后切成小段 这猪脚呢挤干净 我们下锅先给它煸香 煸到有点焦巴 再给它煸香料酒 再次炒香了之后呢 加入生抽老抽 一勺白糖 再给它翻炒一下 炒香了之后再来加入蒜末 梅菜干 再加点味 点个胡椒粉 再次给它炒匀炒香 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油少了 可以再加一点点油 这梅菜干它比较吸油 炒一下这梅菜干就好香 找个深一点的碗再来装盘 把皮朝下先摆好 接着再把梅菜干给它铺上来 梅菜干铺上来之后要稍稍给它压紧实 高压锅放个蒸架 上汽了之后呢开始上时间 小火压20分钟 如果用普通锅最少蒸一个小时 猪脚压软了 我们再拿个大一点的盘子给它倒扣过来 看到下面已经压出来很多油了 把上面这个盘子给它拿走 烫雾 这样一道又香又好吃的梅菜扣猪脚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猪脚呢 它是又软糯又入味 也是轻松脱骨的 这里的梅菜干呢 它吸满了肉香 超下饭 喜欢的朋友你就收藏起来试一下